那时候白银宝丽哥还很小 母亲去世了 父亲在调到城里工作前 把他送到了远亲奶奶家 白头发的奶奶高兴地笑眯了眼 亲切地把白银宝丽哥拦进怀里 遮地一身在额头上清理一下 亲的头皮那水滑滑的 白银宝丽哥使劲蒸脱出他油腻的怀抱 但又不敢坐在父亲身边 于是慢慢冲到一个在一旁文静地喝茶的 黑眼睛的小姑娘旁边 她望望她,她望望她 她笑了,她也笑了 你叫什么名字?白银宝丽哥问 小姑娘写好说,索密啊 这样,白银宝丽哥就成了一个帐篷里的孩子 她学会了食份,捉牛毒,烘干春季里的带羔羊 学会了套上尖牛去积积草丛里的井台上脱水 白银宝丽哥和索密啊同岁都是养脸生的 所以也都是白发奶奶的宝贝了 不过,在上学这件事上 白银宝丽哥倒跟索密啊不同 白银宝丽哥是上学的,索密啊不上 奶奶说,因为索密啊是女孩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白银宝丽哥和索密啊都到了13岁的年龄 13岁是蒙古儿童第一次得到众人礼遇的年头 过年的时候,奶奶给白银宝丽哥和索密啊 都穿上用牛肺烟熏的鲜黄的花边鲜艳的新皮袍 两个孩子套上牛车到处去串门 因为是本命年,所以墨人们照规矩送了各式各样的礼物 索密啊高兴地数着自己的礼物 一个个地翻看着那些月饼,花手巾,丝茶碗 而白银宝丽哥却不免开始有了一次感慨 在这样重要的节日,他居然和女人家一样赶着牛车去串门 而其他家的孩子却神气地跨着捡起纵帽的高头大马 随着大人们的马队在飞扬的雪雾中吆喊着 从一个蒙古包直向另一个蒙古包 唉,我什么时候才能有匹马呢? 白银宝丽哥常常这样问 索密亚总安慰他说,别急,会有的 奶奶说,过两年,我们向队里要一群牛放 那时你就有种种舞匹虫马了 白银宝丽哥愤愤地朝他喊 要两年呢,可是这两年怎么办? 没想到,事情变化得这样快 春天,热情迷前几天的一个夜里 刮了一场天昏地暗的风雪 两个孩子整夜地缩在疲惫里 挤在奶奶身边,倾听着嗷嗷的风吼声 包顶一嘎嘎的摇晃声 和分辨不清的马群的驰骋 奶奶不安地脱长了声音说 哇,马群被风雪抓跑了 哇,怀居的克马要死了 第二天早晨,奇迹出现了 白银宝格丽和索米亚使劲推开被雪封住的木门后 突然看见,包门外握着一匹漆黑漆黑的马群 白银宝格丽和索米亚惊叫着 又前又豹地把马群拉进了包内 她害怕地中着泪汪汪的眼睛 四肢弯曲着,靠着粘墙打颤 炉火烤化了她身上动用的毛片 越发显得漆黑闪亮 奶奶连腰带都顾不上记了 她颤微微地搂住马群 用自己的袖子开干她的身体 然后把袍子解开 紧紧地把小马群搂在怀里 她一下下地亲着 露在她跑进外面的马群的脑门 叙叨叨地说着一套又一套的迷信话 她说,这黑马群很可能是神打发来的 因为白银宝利哥已经到了骑马的年龄 白银宝利哥是好孩子 是神给他的男孩 所以神应该记得给白银宝利哥一匹好马 白银宝利哥和索米亚都听得入了迷 完全被奶奶的思想重拂了 后来,在给黑马群逢复身符时 白银宝利哥才忽然想起老师教过 要反对迷信 玩雪画镜,山野蓬勃 黑马群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了家中的一份子 索米亚说 她要给黑马群取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钢杆哈拉》 这是一首古老的歌 奶奶经常唱 意思是《漂亮的黑马》 白银宝利哥没有反对的道理 她喜欢这个名字,喜欢极了 每天,刚杆哈拉喝了一小桶牛奶以后 就在柔软的草地上挺直脖颈 轻轻跃起又缓缓卧下 久久地凝望着善乱和流语 有时,她也会像林小的兔子一样 蹦蹦跳跳地躲闪着她害怕的马连草丛和牛粪堆 就能让人心疼又美丽无比的步伐 飞一般地朝白银宝利哥和索米亚奔来 两个孩子子扔下框 帮她把弄脏的黑皮毛擦进 把外来的红布附身符挂正 把手下来的月饼块,红糖,油果子 一块块地喂给她吃 远处,奶奶飘着一头银发 勤奋地忙碌着 挤奶,摔牛犊 像是喂着一项神圣的使命 刚赶哈拉来到家里的第三个春天 奶奶从包里找出一盘破碎的鞍子 要求附近的慕名修理 她说这是索米亚的父亲留下的 自她死后 这个只有女人的家里就没人用它 而现在该收拾其中了 刚赶哈拉已经成为三岁马 很快就要调教出来 白银宝利哥也过了15岁 是男子汉了 15岁是儿童和青年的分界 对早熟的草原少年更是如此 尤其白银宝利哥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开始变得寡言少语 喜欢思索 可他不像其他牧民家的男人 重群结队地喝酒 重群结队地放牧 白银宝利哥更喜欢一个人待着 他喜欢上看书 包里的书不多 只有爸爸上次来带的一本 怎样经营牧业 这本书是由模范牧民参与讨论 由专家分文别类写成的 白银宝利哥不仅从书里读到了知识 也从那里窥见一个新鲜而博大的世界 这样就到了17岁的那年秋天 一天 白银宝利哥和索米亚陪奶奶出门 把一秋天拾来晒干的白蘑菇 运到公社供销社去买 在集上耽误了一些功夫 等到回家的时候天色已晚 索米亚拾来一些早酷的卤叶和干嘛粪 白银宝利哥则在河畔的萧图岸上加几口小锅 硬河水煮一锅茶吃些东西再赶路 萧图岸旁长着细嫩多颜的茧草 集集草丛粗硬的根茎边 也还有一些没有变白的绿叶 祖村三人围坐在篝火旁随意地闲谈着 过一会儿奶奶用浑出的眼光注视着河岸说 就是这儿孩子们 这儿就是出嫁姑娘告别亲人的地方 唉这一辈子我看见多少姑娘 就像你一样的年轻姑娘 索米亚跨过这条小河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呀 我也一样自从跨过这条河来到这儿 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说着奶奶突然扯住索米亚紧张地说 索米亚如果你也跨过这条河 给了那遥远的地方 我我会愁死的 我看我看你们俩就在咱们自己的家里重亲嘛 你们结成夫妻 这样我一个宝贝也不会丢掉 白银宝那个先点了点头 又突然从奶奶怀里中托出来 他跳上马连出几遍 在呼啸的风声中 杠杆哈拉一步子冲上了山岗 等他勒住马时 身后响起了歌声 他车转码头 远远看见了引发的老奶奶 正精神抖擞地边走边唱 他一手牵着牛车 一手牵着姑娘 当天夜里 奶奶就执拗地躲到蒙古包西侧去睡 炉火中北的 属于男女主人的那块白电毡 空出来了 不过白银宝格列并没有老实地睡过去 正索米亚出去挤奶 他把那块地儿又空出来了 第二天 索米亚还跟从前一样 奶奶也什么都没说 过了些日子 工舍兽威战突然发来通知 齐里准备开办一个木技训练班 为木业生产队培养 须木兽衣骨干 为期一年半 几年来 白银宝丽格 一直对真正的专业知识学习向往不已 所以他决定 不放过这个 对木银家孩子来说 得之不义的机会 他当然想到了索米亚 或者说 重视因为他的缘故 他才有了抉择的问题 等到一年半后回来时 杠杆哈拉已将是五岁马 真正的大马 白银宝丽格呢 也将满了十八岁 十八岁 虫人的 使草原刮目相看的年龄 独立的男人 和虫家立业的年龄 十八岁的白银宝丽格 将带着魁梧的身量 和铁块一样的肌肉 还有一身本领回到草原 当然 十八岁的索米亚 也会更勤劳 更浓干 更善良和更美丽 白银宝丽格 深深地被自己的计划沉醉了 他渴望着走向这样的未来 渴望着那跨着黑段子般 漂亮的黑骏马 重归草原的日子 第二天 有一辆卡车来生产队 拉秋毛 白银宝丽格便顺路 搭他们的车 奶奶决定 有索米亚给送到铁里 顺便买点东西 再从这辆车返回 汽车轮 碾着草地上光滑的海勒格纳草 发出了均匀的 密密切切的鼻波声 墨黑的天晴 黑黑的天晴上星光 西暑 上半夜悬在中天的弦月 浅进了变不出形状的一抹暗语 夜深远而浩芒 卡车偶尔史上一道山凉时 苍茫的视野中 一下子闪出一些橘黄色的光点 那是一些帐篷里未熄灭 或是早燃的灯火 而车子冲下黑暗的山谷时 神秘跳跃的火光熄灭了 只有坐坐某某的山影四下为何 被一面送来阵阵喜人的秋汉 白银宝丽格把袍子脱下来 盖到索米亚身上 他吵着他小心翼翼的 这时汽车呼的一些 冲进了一条浅浅的小溪 索米亚叫了一声 重重地栽在白银宝丽格的怀里 他冰凉的脸颊 一下子碰到白银宝丽格的脖颈 白银宝丽格胸中 后人掀起了形状的波涛 心而像一面皱起香起的战鼓 他不顾一切地 疯狂地把他搂在自己的怀里 胡乱地摸索着 亲吻着 白银宝丽格激动地语无伦次 只顾一个劲地嘟囔着 索米亚 索米亚 等我明年回来就结婚 听见吗 明年结婚 索米亚啜气着 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次的木业技术训练班 延长了半年 等到白银宝丽格回到草原时 已经是11月初 走进家门口时 远远看见奶奶和索米亚 都站在门口 风味中掀着他们的跑脚 上下翻飞 奶奶饶有兴致地问着问那 索米亚也办出 那么多好吃的东西 白银宝丽格总理 带回来的一大包礼物 心里很快活 一切都要开始了 白银宝丽格和奶奶 重重地仔细地商量了 和索米亚结婚的事 白银宝丽格想等到春天 等到忙完了街高 剪毛和续剧剪疫以后 而且那时父亲 也许也能有些空险 说着白银宝丽格 远远望了望索米亚 但是他的目光和神情 非常古怪 甚至可以说是神色暗伤 他小心地 迟疑地盯着白银宝丽格 那眼光不仅是白银宝丽格感到陌生 而且似乎含有敌意的警惕 那是一种女人的眼神 回家几天后的一个傍晚 白银宝丽格出诊 去一户木人家 一只几头破脚的山羊 干完后 主人搬出一个塑料桶来 邀请喝酒 这时又来了一群 闲逛的牧民 于是大家便围着炉火喝起来 刻一致 大家都醉了 白银宝丽格的兴致很好 甚至还弹琴 唱了一支歌 这也是他在城里学的 那时候想家不能回 太孤单了 只能这么排解 白银宝丽格的歌声 当然特别嘹亮 这时 黄头发的希腊 醉醺醺的凑过来说 白银宝丽格 城里那么好 你干嘛回来 你在城里吗 白银宝丽格大声说 不 我要回来的 我要和我的索米亚结婚 开春就结婚 索米亚吗 希腊怪声怪气的哑笑起来 他短起半碗酒 咕隆咚的观下肚说 索米亚 那可真是 真是头漂亮的小乳牛啊 嫩奶 嫩奶 甜有 他开心的前仰后喝 最后就哄唱起来 白银宝丽格哈 白银宝丽格哈 要去白银宝丽格 要 白银宝丽格狠狠地抽打着马 杠杆哈拉的刺提 在石头上重重地积出一串串火星 这黄毛鬼的恶毒诅咒 气昏了白银宝丽格 自从他生长在这片草原 还从来没有听见这样肮脏的话 他后悔没有揍那张污秽的嘴 或者用头号粗针头 给他扎上一阵冬眠铃 他居然如此放肆地侮辱和重伤 白银宝丽格的爱情 还有亲爱的索米亚 杠杆哈拉在门口猛地停住 白银宝丽格翻身下马 一下子撞开了家门 同时他听见一声尖厉的尖叫 索米亚正在换衣服 还来不及扣上袍子的前巾 白银宝丽格的眼睛被牢牢地吸住了 在他敞开的长袍里面 他看见一个高高突起的肚子 白银宝丽格呆住了 手扶着门框一动不动 只顾直直盯着那怀孕 至少五六个月的隆起的肚子 刹那间 白银宝丽格似乎突然明白 黄毛希腊那些恶毒言语的含义 也明白了这几天 索米亚古怪的神情和敌意的目光 奶奶在一旁呼呼地熟睡着 索米亚惶恐地 害怕地望着白银宝丽格 慢慢地朝角落退去 白银宝丽格的眼前 黑了 说起来 黄头发希腊的确是一个真正的恶棍 她耍弄过的莫名妇女究竟有多少 没有人数得清 草原上 已经有不少孩子长着一头丑陋的黄发 用呆着阴陈的眼睛看人 白银宝丽格不止一次听人指着那孩子说 哼 都是黄毛希腊的种 白银宝丽格的心里很乱 她想做点什么 可又没想好要做什么 奶奶慢条思理地开口了 她讲了很多 但白银宝丽格没有听进去 也不愿意听进去 那无非是古老草原上 比一比结实的一些过程 是人们久以耳闻 并决心在这一带结束她的丑恶 这些丑恶的东西 就像在黑夜里追逐太阳一样 到处追逐着 玷污着 甚至扼杀了过于脆弱的美好的东西 所以 索米亚也无法避免 在打水路上 遇见黄毛希腊式的那种厄运 白银宝丽格冲回包里 摸出一把父亲送的蒙古刀 熬到第三天早晨 白银宝丽格去河湾里赶牛 在一块被卢尼隔开的河滩草地上 终于遇上她的仇人 黄毛希腊 白银宝丽格的怒火燃烧起来了 猛的一拉僵绳 突然间 尴尬哈拉斯叫着跳了起来 朝着她冲了过去 白银宝丽格也用手挥动马鞭 狠狠地朝她那丑恶的嘴脸抽过去 牙舌帽打飞了 那个娇黄的头 再向河滩的盐解地 白银宝丽格下了马 直直地朝她扑去 两个人扭打了好久 踏倒了一大片芦苇 白银宝丽格的小腹 被希腊踢得疼痛难忍 但希腊最终 还是被白银宝丽格 一拳打翻在蓝色的河水里 浪花见得很高很远 白银宝丽格浑身打着站 忍着小腹的剧痛 挂上黑马 慢慢走回家来 在门外 她听见包里 索米亚正在和奶奶说着话 白银宝丽格口口地要命 恶心地想呕吐 她想喊索米亚来扶一下 可是喊不出声来 她费劲地扒开门 索米亚的声音停住了 白银宝丽格看见她 正慌忙地藏起一双 红花绒缝的婴儿袜子 一阵从未体验过的绝望和伤心 笼罩了白银宝丽格 她觉得一股酸酸的东西 堵入了喉头 她转过脸 把一口粘稠的血 吐在外面的草地上 白银宝丽格 无力地倚着门框 缓缓地划坐在门槛上 目不转睛地望着索米亚 而索米亚 却像是想起什么一样 突然不顾一切 朝门口冲来 白银宝丽格 抬起只手臂 轻轻地说 该我走 是该我走 这是你的家呀 索米亚 走了 走了 在一个大雪天 白银宝丽格 满怀悲伤地走了 她跟奶奶 挥手再见 跟索米亚 挥手再见 挥得那样勉强 那样无可奈何 车子轰轰开着 离家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也不知什么时候 白银宝丽格 猛然发现 钢杆哈拉 在挥着劲地追 白银宝丽格 扯着嗓子喊 回去吧 钢杆哈拉 再见了 走了 走了 谁能想到 白银宝丽格 这一走 就是种种十二年 当他再次踏进 这片熟悉的草原 一切都显得那样陌生 一切 早已是物非人非 他向一个牧羊人 打听音讯 牧羊人说 听说他遇羊分去了 他向一个牧牛人 询问消息 牧羊人说 听说他遇羊分去了 举目眺望的茫茫的四爷 那张满艾可的山梁上 有他的影子 黑银马昂首飞奔 跑上那山梁 熟悉的出游的身影 却不是他 白银宝丽格 细马走着 打亮着每一个 远远的女人的身影 直到天黑透了 他才下了决心 在一个破烂灰黑的 小毡包前下了马 昨天有人跟他说 索米亚就嫁到这里 白银宝丽格 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打听 主人想了想说 你问的是大车老板 达尔苍的老婆 不过 他们不在草地上住 好像住在公社那边 白银宝丽格的心 一下子明亮起来 他们又再问下去 打了个哈欠 开始收拾枕头皮背 然后躺下了 油洞吸了 他裹紧毯子 振着手臂 望着天窗外面的夜空 白银宝丽格 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 索米亚 真的在这片夜空之下吗 第二天一早 白银宝丽格 马不停蹄地 找到了这一区的公社 到傍晚 又顺着公社 来到了达瓦仓的小泥屋 这是一座 傍着湖外修虫的 只有三面墙的 那种低矮的地屋子 是土坯屋 木门旁有一个 烧得焦黑的泥炉灶 旁边停放着一辆 双圆高高翘起的马车 白银宝丽格 很小心地推门走进去 刚快过门槛 就听见个女孩子的声音 大人不在 大人不在家 白银宝丽格 好奇地四处望去 这时 一个正在挤奶的小女孩 站了起来 白银宝丽格 冲他笑 问他 这里是索米亚的家吗 女孩点头 白银宝丽格又问 你叫什么 女孩说 奇奇格 说完继续堆下挤牛奶 一直到白银宝丽格说 我是你舅舅 我叫白银宝丽格 奇奇格才很笨拙地 带他往屋里去 屋里 称之事业的是一条大炕 炕炎的香木少了一半 露出磨得圆滑的草泥皮 在炕上的皮背 山羊皮 蒙古式袍子 和汗式冥药中间 有四个汗睡的小孩 他们七红竖八地挤做一团 乌狗厚厚的光脚压 乱当着那些异背 奇奇格也不说话 挨个拍拍 小孩们就起来了 这时 一个陌生女人走了进来 奇奇格喊她林老师 白银宝丽格 从她点头 很拘谨地说 我是白银宝丽格 索米亚的哥哥 林老师嗷了一声说 我知道 白银宝丽格 索米亚常说的 你们很熟吗 白银宝丽格又问 林老师 示意白银宝丽格 到旁边包里坐 坐定了才说 很熟的 她在我们学校帮忙 前天拉柴去了 今天会回来 白银宝丽格 仍旧很拘谨 可她心里 很想知道 关于索米亚的事 于是又问 林老师 你能讲讲索米亚吗 我离开了太久了 什么都不知道 林老师像 突然打开的水冷头 叹了一口气 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 你呀 白银宝丽格 你真不像话 走了那么多年 你不知道 索米亚姐姐有多好 唉 我总觉得 就算我这一辈子 都扔在这荒草地上 落落无为吧 但是认识了她 也可以说 是有点收获了 我总是摆脱不了 这样一种幻觉 我总觉得 索米亚姐姐 是个刚刚生了孩子的女人 我总觉得 她一连多少年 总是抱着一个 娃娃哭的婴儿 在这条路上 慢慢地走着 就这种幻觉 后来 有一天她来找我 说 林老师 收下我的琪琪壳 做学生吧 我非常奇怪 就问她 姐姐 你的琪琪壳 能上学吗 她顶多才三岁吧 她急了 说 哪里 我女儿已经七岁了 求求你 收下她吧 我可以每天给你提水 烧茶 做饭 我还可以给你挤乳牛 可以在草地上 给你拾牛份烧 唉 她说着说着都哭起来了 后来简直是嚎啕大哭 撕扯我的衣服 那样子真惨 她为什么那样伤心呢 我想 一定是为了把这孩子养大 她熬得太艰难了 说着 门外响起个粗嗓门的腰喊 宇教师笑道 瞧 是达瓦仓回来了 她朝门外喊 车老板 来客人了 索米亚的哥哥来了 随即 一个四十来岁的 喝得醉醺醺的 魁谷大汉 推开门跨进来 哟 白银宝丽阁 哥哥 我知道 我知道 大汉拍着白银宝丽阁的 尖头往屋里拉 一边回头吵 奇奇阁吼 看我不揍中你的脸 怎么还愣在那里 等死吗 说完 就一把抓着白银宝丽阁 往屋里拉 一进屋 她又朝炕上的 几个小家伙吼 一面吼着 她顺手把已经爬到 炕一只两个小孩一巴了 两个小孩就通的掉到地上 白银宝丽阁 慌忙伸手去扶 但那两个小机灵鬼 就是司空见惯 打个鬼爬起来 闹嚷着 撞客们找外面奔去 白银宝丽阁找话头问 一共就这五个孩子吗 大汉说 不不不 四个儿子 就这四个了 没听说吗 公社卫生院 都到处抓女人 连敲带烟 哼 妈的 索米亚 你妹妹 去年就给他们 说着 大汉话风一转 盯着白银宝丽看 好一会儿 才若有所思地说 兄弟 老实说 我们早把你忘了 哼 城里人 都是没心没肺的 老娘死了都不管 我遇到索米亚时 你不知道有多难 我真骂人了 我说 这家男人 都他妈死绝了 说完 闷了一口酒 回头我屋外喊 奇奇哥 去给你舅舅一马 白银宝丽阁 连忙跳下炕说 还是我自己去一马吧 这马不太老实呢 大汉一听 又朝奇奇哥喊 你带你舅舅去 说来奇怪 白银宝丽阁和奇奇哥 默默地走在 通向湖畔的路上 这女孩子走路脚步很轻 而且一句话也不说 但是 每当白银宝丽阁 转眼看他一眼时 他都迅速地 和白银宝丽阁对视一下 并飘飘 白银宝丽阁牵着的黑马 奇奇哥 你妈妈给你讲过这匹马吗 白银宝丽阁 小心翼地开口问道 嗯 讲过的 他简单地回答 静静地走了一会儿 这回是他主动开口了 舅舅 这马叫钢嘎哈拉吗 白银宝丽阁没回答 反问道 怎么 你知道钢嘎哈拉 奇奇哥想突然换了个人 心事重重地说 同学都说我是捡来的 爸爸也骂我是野种 可是妈妈说 我有爸爸 有一天 他会骑着一匹 叫钢嘎哈拉的黑银马来看我 白银宝丽阁心下一沉 他嬉戏打量奇奇哥的头发 顿了顿说 看 他来了 奇奇哥真是一个猛子 扎进白银宝丽阁的怀里 白银宝丽阁扶着他小小的肩头 更仔细地端向着 白银宝丽阁没有在他脸上 找到记忆中那个少女的痕迹 他不像他的母亲 索米亚没有这样消瘦 也没有这样忧郁的眼神 而他呢 也没有索米亚那红扑扑的脸颊 和温柔的表情 一时间 草原上刮起迷眼的风沙 久久不停 如果人能早些懂得人生的真谛 如果能读一本书 可以从中知晓一切这里 而避开那些必须步步实践的 泥泞的泥驴 可必须口口清肠的酸涩苦果 也许人会及时地抓住幸福 而不至和他失之交臂 可是 哪怕是为着最平凡 微小的追求吧 像完美如愿 也竟是这样艰难莫测 也许 这种因此 人们才交口感叹生活 白云宝丽格跟索米亚重逢时 并没有出现什么戏剧性的情景 索米亚用力地拽着牛逼声 大步一面走来 他笑着问好 哈 白云宝丽格 怎么样 路上累吗 工作好吗 你还是老样子 他牵着手持的一头红花牛 和白云宝丽格并排走着 他并没有哇哇地哭出来 更没有一下子 铺进白云宝丽格的怀里 他丝毫没有流落对往事的伤感 和这劳苦生涯的委屈 他变了 若是没有这熟悉的脸庞 和那消瘦的肩膀 黑黑的眼睛 或许白云宝丽格 会真的认不出他来 毕竟已阔别十二年 他身上消失了一种 白云宝丽格永远记得的气味 他比以前粗壮多了 龙角分明 收音沙哑 说话带着一点大嫂子 和老太婆那样的 急匆匆的口气 和随可的尾音 直到活干完了 他领着白云宝丽格回家时 还是用这样的方式 随意地闲谈着 他飞快地收拾屋子 打开窗子 点燃炉火 刷洗所有锅碗食物 爱个的给四个男孩 洗掉脸带上的脏屋 把齐齐格也支持得团团转 女屋里又充满了温暖 大家有说有笑地吃着喝着 不知不觉 越南就生起来了 正要睡觉的时候 达瓦仓却披着衣服出来 索米亚说 他是去装车 夜里装明早出发 一直都是这样的 达瓦仓对白云宝丽格说 你们兄妹俩有得聊了 这么多年没见 今天好好聊聊吧 白云宝丽格点头说 那你当心 住也安全 可预想的不同 达瓦仓走了没多久 索米亚也出去了 学校睡合老师的孩子病了 他得去看看 等他回来 四个小家伙已经睡着 只有齐齐格不肯睡 他死死拽着白云宝丽格 人都困倒了还在强冲着 索米亚本来让白云宝丽格 到包里去睡 被齐齐格这一闹 干脆一起睡炕上吧 收拾收拾 彼此谁也不说话 索米亚一口吹息了动 黑眼中 白云宝丽格睁着眼睛 仔细地倾听着 隔着五个孩子的土炕那一头 传来的每一点轻微的声响 好久 他都判断不出 索米亚是否已经躺下 直到最小的那个男孩 也就是马车夫的宝贝心肝 突然轰了起来 于是才听见索米亚开始小声地哄着他 白云宝丽格屏住呼吸 倾听了他低柔的嗓音 他在用那种 只有母亲和孩子才懂的 只有在沉睡的蒙古包里 才能听到的甜美的 气息很重的虚语 在说着什么 这种声音 使人尽如咫尺地感觉到 女人独有的浓郁气息 就这样 白云宝丽格和他昔日的姑娘 躺在一个低矮的屋顶之下 躺在一条土炕上 彼此都竭力使自己弄出的 颂象小鲜 彼此是那样疏远 那么直死路人 别了 我的草原上的百灵鸟 我的披着红霞的 毛子黑黑的姑娘 我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你 索米亚 说点什么吧 白云宝丽格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过了好久 索米亚开口了 他低声说道 奶奶死了 又是沉默 巨大的 长久的 如坠入无底深渊的沉默 也许是怕白云宝丽格的哭声 吵醒孩子 索米亚披着件衣服 轻轻地走了出去 白云宝丽格也起来了 摸了摸眼泪闻 奶奶去世前 说过我吗 索米亚在木头墩子上坐下 很平静地说 你走后没两年 奶奶就变得什么也干不了了 她的记性也不好了 整天在包门外转来转去 见着个粘片 绳托什么的都要拾起来 见着个断腿的马 喝醉的汉子 都要守在那里 小宝贝小宝贝地念 有时还会拿着那个望远镜 到处看 一会儿说 刚嘎哈拉哪里去了 怎么还不回来 一会儿又说 小荒羊该吃奶了 奇奇哥不能扔了 我能养活他 我活了七八十岁 还从来没有把一个活着的扔到草摊上 当然 他也会念起白云宝丽格 他会喊 白云宝丽格啊 你怎么还不回来 喊完了又说 白云宝丽格不会回来的 他走了 讲到这儿 索米亚也哭成了泪人 要说 最难的还是奶奶去世那天 那天真冷啊 奶奶临死前说 要葬在石像河边 回家乡的路上 马车绕着河走了好几次 奶奶就是不肯掉下去 就好像 她还在想着什么 还在惦记什么 还有谁需要她似的 这时 突然刚刚哈拉就倒下了 幸亏遇见了好心的达瓦仓 才给奶奶办完了事 那之后 索米亚就也跟到这边 再也没有回去过 这时 索米亚又讲了 白云宝丽格 那时候猜不出你在哪里 我只记得 马车一摇一晃地走在河水里 车轮子 溅起冰凉的浪头 溅了我一脸一身 我使劲搂进女儿 把脸藏在她身子的后面 唉 那时候 我多么感激 琪琪格呀 我觉得只有这块 小小的血肉 在暖和着我 当然 白云宝丽格 这样的话 你是不愿听的 我知道 你非常讨厌 我有这么一个女儿 不 白云宝丽格绝望地喊起来 打断了索米亚 激动地分辨说 我喜欢她 我知道 她喜欢我 她今天叫我爸爸 就这样叫吧 索米亚叹了口气说 那是我骗她 因为没人喜欢她 大家都讨厌她 达瓦仓也叫她野种 我实在没办法了 就告诉她 琪琪格 你有一个爸爸 现在正骑着一匹 举世无双的漂亮黑马 在闯荡世界 我们给这匹黑马 取名叫 刚赶哈拉 你爸爸的名字 叫白云宝丽格 会有一天 他突然骑着 黑骑马来到这里 来看我们 白云宝丽格 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只是沉默地听 过了许久 索米亚猛然昂起头来 就有一种异样的 嘶哑地收尿大声问 为什么你不是 琪琪格的父亲呢 为什么 如果是你该多好啊 哪怕你远走高飞 哪怕你今天 也不来看我 白云宝丽格 木然地 僵硬地坐着 好久答不上话 白云宝丽格 在索米亚的小泥屋里 一共住了午夜 从那天黎明以后 彼此谁也没有 再去回顾那些 不堪回首的往事 等到达瓦仓一回来 白云宝丽格就告辞了 临走 他送给琪琪格 一支精美的钢笔 他想暗中帮助索米亚 巩固那个谎言 为什么不呢 走了 又走了 一如十二年前的 那个雪天 白云宝丽格 仍然是带着 无可奈何的心情 一路上 两人都没有说话 谁也不看谁 只是走路 湖面上 滴滴地流动着 淡白色的浓雾 天上湿润的云彩 拉重长长的薄丝 在峡谷的避风处 和湖雾裂冲一片 只有天幕后面 那轮巨大的淡红色朝日 正在无声生起 把一束束 微红的光线 穿过流雾 斜斜地投向 蓝油油的水面 在小路 开始向山坡上 延伸而去的 一片马连草地上 白云宝丽格 转过身来 他决心不再 制造那种 赶上的离别场面 于是 他说了一声 再见吧 索米亚 就奋力跃上马背 这时 索米亚突然 汉人肺腑地 喊了一声 白云宝丽格 浑身一震 猛地说出马将 我说出马尔 也许这是这一生 两人能产生的唯一的联系的 白云保利哥放开勒紧的马爵 黑骑马抖动着满进黑棕 飞一样地冲向远方 把激动的风儿甩在身后 久久地带着一阵远去的胡哨 白云保利哥驰上了地平线 在高高的山岗上扯砖码头 在茫茫的潮海里 索米亚微小的身影 正在向彼岸举举前行 再见吧 我的索米亚 继续走向你的人生 让我带着对你的思念 带着我们永远不会玷污的爱情 带着你给我的力量和思索 也去开辟我的前途 如果我将来能有一个儿子 我一定再骑上黑骑马 不止千里把他送来 把他托付给你 让他和奇奇哥一块生活 就像我的父亲当年 把我托付给我们亲爱的奶奶一样 但是我绝不会像父亲那样 简单和不负责任 我要和你一块 拿出我们的全部力量 让我们的后代 得到更多的幸福 而不是被丑恶的黑暗湮灭 让我们再来一块儿 让我们再来一块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